今天我們很多人都會問CCTV對不對 不過沒有問了CCTV的時候 以為可以捉到查 當有發生事在你的家或者你的辦公室 或者當時有事發生 你真的會發覺到 其實你的Hadis已經違了 那又怎樣? 即是甚麼都找不到的 如果你的Hadis是違的 我是做不到的 所以說Hadis是多麼的重要 在CCTV裡面 沒有Hadis就等於零 Hadis是Storage不在這裏 Storage很長 就不是很大的 Hadis 所以這個Hadis是每一秒 每一分鐘 每一個小時走著 24-7 是24小時 所以它的壽命其實是有限的 當它違的時候 第一件事 我們要馬上知道 Hadis是違的 這樣我們馬上會更換 這個Hadis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其實你們買的機 你知不知道Hadis是否違的 通常可以說 超過7-8%的人 是不知道你們的Hadis 所以今天我做一個示範 VSS就有這個功能 幫助你 幫助你 幫助你提醒你 你的Hadis是違的 OK 今天我們就正當放了一個Hadis 當你有DV看的話 No availableHadis for recording 你就知道 其實你的Hadis是違的 當你知道你的Hadis是違的 你就立刻 叫人來換了這個Hadis 對不對 這樣有時發生的時候 你至少也看得到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裏 VSS還有一個好處 因為很多人的DV是沒有開的 他們的CCDV是沒有看的 看電影也有看 不過你真的看這個CCDV 通常是沒有看的 有時發生之後是看的 所以我們這裏 我們這個 這個 你看到我有問題 這個VSS 有Bush notification 讓你知道 其實你有發生時 看到有些No HDD 已經跟你說了 你的機頭有 你覺得Hadis已經違了 所以你就會馬上去知道這個問題 現在讓你知道 進去看這個Event 也會給你看的 按下這個機頭 他會跟你說 你是沒有Hadis的 看到 I know HDD 所以這樣說的話 你就馬上去行動 換了電影 如果真的不幸運的話 剛剛你的Hadis違 然後人家刷入了你家 怎麼樣 我們還有一個動案 我們還有一個Back-up plan VSS有一個七天 Blob storage給你 即使你在這裏看這個 我們電話裏面都有 電話裏面都有這個照片 全部給你 看到嗎 你會收起來七天 如果有什麼事發生的話 你可以refer 在PC 或者在電話 你都可以抓到那個人 是誰 at least 你不會現場 沒有頭緒 所以你是不能給警察 所以說 今天呢 我們說的 就是 重要的是 Hadis違 第一 一定要通知你 第二 就是我們有七天的 Blob storage 所以這樣說 VSS就有兩樣都有了 所以應該是很安全的 所以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atching this video Bye Bye